兄弟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乌多姆赛这里 本期视频就来全程记录一下我在乌多姆赛的点点滴滴 现在在这个老挝的厂这里 点了两份中间的这个东西 一万五一份 然后他这个把这个皮弄得很薄 放啊放啊放的 他在那边不知道跟随聊天 这里是乌多姆赛的周边的环境 你们感受一下 其实乌多姆赛挺好的 他至少还有一个道路的分界线 偶尔还有一两个红绿灯 这个应该是那个老挝的小沙迷 小沙迷 刚刚买的东西做好了 然后要了三万多 我给了他四万 三千老币的闪钱我不想要 最关键是老挝的穷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老挝帽子虽然可恨 但是老挝的穷人是没有错的 我们几个人要回酒店先休息一下 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挺累的 这个就是我们入住的一百块的酒店的小店 你们感觉一下 这样的酒店一百块 好像有点贵 酒店里面的菜单 但是我完全看不懂 这个时候就要掏出你的另外一个手机 打开谷歌翻译 我给你们看呀 打开你的谷歌翻译 有个相机的功能 这样怼着它 就这样子 它就会显示它的东西了 什么薄荷叶沙拉乳香什么 翻译出来的不太准 但能大概的了解一下价格 所以这个还挺好吃的 我打算再去点两份 不对 点四份 我的朋友也吃 我打开谷歌地图 真的 蒙赛还是挺大的 这个不小的 这占地面积挺大的 没有车的话 确实不方便 最关键是 看不懂这些吃 要去哪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何去何从 就今天早上去点了两份蒸饺 我后面都几乎没吃饭 后面不是吃了个鸡蛋饼吗 现在饿了 但是现在是老温时间九点 我不知道外面还能不能找到吃的 反正十点之后 我估计是全部都熄灯了 然后刚刚想点酒店里的餐 点了它说打烊了 接下来带这个小普梢 我们出门了 就在这个酒店的门口边上 发现一个彩灯的店 应该是吃饭的 对面好像有个抬球厅 其他的都雾气蛮黑的 不知道该去哪 现在我们进来了 在这么一个房间里 给你看一下 他在帮我点菜 这么一张小桌子 这个这么矮的小凳子 这样子的 环境还可以 我觉得挺好的 你们感受一下 这个火锅上来了 调料也上来了 他给我们点了一个温香 一根那个什么 拌子插在啤酒瓶里面 挺特别的 今天放着音乐 我对面这个女孩 她不自觉跟着哼起来 果然老我女孩还是离不开音乐 因为这网页我不会弄 所以只能靠它蛮前蛮后的 他要加这个加那个 左边不辣 右边辣 但是我都不怕 我都能吃 火开起来 我们现在开始吃起来了 但是这盘有点生 我吃不太习惯 这个是要拿来 放到火锅里面去煮的 我还以为我点了一份炒饭 送过来一碗白饭 我跟他说 让他把那个白饭 他去加什么鸡蛋猪肉去炒一下 炒成炒饭 不愿端了一把这个炒肉过来 他误会了 分开来了 我想说什么 虽然他也会中文 但是有时候也还是会有翻译上的误差 不过这很正常 我只是跟你们说一下 提醒 看到他这一家 从早上10点营业到晚上11点半 挺好的 给你们看一下 猛晒WiFi的网速 重新测一下 开始测速 两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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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还行 测速度 可以的 我们吃的这一桌 总共是29万 几普 相当于100块不到 我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总共是29万2000 我给了他30万 但是他还拿出计算机敲了两下 所以我在想 老欧的数学 教育方式是不是有点问题 30万节29万2000 等于8000 这还用计算机敲吗 这家餐馆就在这个酒店的边上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家酒店 它的一个全貌 停车场其实还挺大的 就这么一栋